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手中这个玩意儿呢 就是我昨天一直想买 但是买不到的 在整个加拿大温哥华这个城市当中 距离我所住的50公里范围内没有鲜货 一台都没有 所以还好运气好 这周呢 这个友藏老师呢 正好要去这个纽约度假 他正好老早之前买过一台 正好他也不用 我就趁机拿过来用一下 在这个加拿大 近期不太景气的这个经济当中呢 能省就省 这样的话我才能在这边多待一会儿 回家 很久很久之前 拍了几部视频 后来很多网友说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他 所以呢 在我回来之前啊 毕竟约好了 实现你们的愿望 好了 再次出发 刚才在家里休息的片刻 我们约了两点半 Cienna 别说啊 距离上次见他 确实有点时间了 他变化还是蛮大的 之前想约他呢 因为他比较忙 后来现在应该是稍微来讲好一些 可是呢 现在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所以今天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要想一想 怎么能够让他处于一个非常安全的状况 我觉得也只有他能够讲述一些 我可能很难去体会的事情 当然啦 在将来呢 我可能也会经历过这样类似的事件 今天呢 就跟他去雨精 但是要开很远的路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呢 相对来说比较远 比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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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没有见 所以下次跟我约时间能不能准时一点 主要是停车费太贵了 我在这停车车 哎呀快来呀快来呀 这个钱啊 我的钱啊 想不到我在温哥华待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地方品茶 平时都是在家 或者说在Alfit的家里边随便喝两口 第一次 在温哥华的某一家店里边 品茶 当然啦 品茶一个人品的话会很奇怪 所以 欢迎Siana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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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推荐米哥多来品品茶 思考一下人生 你的意思是我人生是不是有点 过得不太如意啊 我人生如意了才需要多思考 不如意不用我叫你思考 你自己就会思考的 我就不用思考 人生如意的时候就去享受了 对吧 有什么前段时间给别人拍一杯电影 嗯对有去拍一杯电影 是以前就特别红 然后就很多人邀请 还是说上完我节目之后 有人说哎 发现了 两个都不是 那是什么 就是 对这个感兴趣 所以有这个机会 就去试了试 结果一下就给拼上去 对啊 好玩吗 好玩 什么时候能看到的 嗯 具体不知道 但一定能看到 没有佳能的好配 其实佳能的镜头相对来说多一点 嗯 但我更倾向于索尼 我觉得索尼的黑科技 跟含量更 更前卫一些 因为它对焦系统我特别喜欢 因为画质什么的 已经不受佳能了 而且价格比佳能便宜一点 同能机位 但是 但是佳能的镜头是不是更便宜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佳能的镜头也挺贵的 是吗 但是佳能 装镜头的时候 不需要那些adapter 就是那些 嗯它不需要 其实你要是索尼的机子 用索尼的也不用不用打 为什么那个Sienna 一来这边 在吃的同时 就开始问我这些问题 因为她现在她自己在折磨这个东西 然后据说你还在做点 这个美食节目已经开始了 是吧 对 因为 我觉得做Vlog这个呢 我肯定没有办法像米格这么 每天都充满 都充满ideas 但是 做饭是我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我做的还蛮不错的 但是你要是每天做不同的饭也很难 嗯 其实这个就是个人兴趣 因为我之前就算没有拍的时候 也是每天琢磨做不同的东西 给我家人吃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算一种兴趣所在吧 而且编视频什么的 我发现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对我希望你也能够坚持下去 另外呢 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说说你这个 咱有上次见面到现在大概多久 因为我回国 半年 有半年了是吧 有半年了 有啊 但是你这个 别说当时见我的时候 其实已经 已经怀了一个月了是吧 那并没有 你是说哪 你说吃龙虾的时候吗 对 没有没有那还早呢 吃龙虾的时候是 可以去几个月了 诶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哪 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吃龙虾吧 对啊 那就是很久之前了 很久很久之前了 然后今天来呢主要是跟他聊聊就是 很多人也可能会好奇 因为有些人想来这边生活 但是他也想啊 来这边 万一说 怀了个孩子 这个生活会不会 跟国内一样 每天坐月子哪儿也跑不了 就是 你觉得 在这边啊 生个小孩 或者说 怀个孩子 跟国内 你说说这边的感觉吧 因为你对国内也估计是 没什么感觉 对 我来说说我国内 你说这边的感觉 嗯 刚才每个预言又止 是因为我现在 嗯 已经怀孕 差不多七个月了 是二胎 对 然后 嗯 然后具体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因为我不知道国内是怎么样的 但是在这边 我觉得 你的孕妇感不会那么强 就是该干什么 还是会干什么 嗯 这样怀我们家老大的时候 就是一直开车开到 嗯 我生的前一天 包括我生的那一天 我还在逛街 还在 嗯 那时候有在做代购 还在发货 所以 感觉这边好像 医生也会建议你 嗯 不要总是在家 就是休息着 嗯 嗯 你要多走路 还有饮食上 这个应该是中心很大的差异 这边医生会 会 每次我去体检的时候 我最怕上秤 因为 只要我稍微重一点点 比如说 每三周体检一次 嗯 如果我三周的体重 增长超过一公斤 医生就会不断地在我耳边 嗯 虚导 让我少吃一点 多走点路 少吃点淀粉 少吃点糖 甚至一点淀粉和糖都不要吃 这样子 这点就跟 这 你刚刚说的这些所有的话 就完全解释了我刚才 腱里面的第一个就是错觉 因为我觉得你怎么比上次看 人瘦很多 因为我们之间见面之间 他跟我说他已经怀孕了七个月 我想了 哎呀 估计是颜值不在了 然后一见面 哎呀 这腿很细啊 就这种感觉 就感觉瘦很多 然后他说 确实因为 怀孕之后你瘦了 因为你有很大的运动 嗯 对 你就不怕万一 突通 是吧 其实这个科学上来讲 嗯 如果说胚胎是好的话 当然是因人而异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但是 从科学上来讲 你这个胚胎是好的话 并且你在怀孕前本来就有运动的话 你在怀孕之后 做做运动 包括做有氧运动 都是ok的 不会有任何问题 反而对你自己的身体 对以后的生产 还有对 对就是肚子里的小孩都好 嗯 所以我突然回忆起 老妈当时说 在生我的时候 她经常吃牛肉 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年代 也就是现在也是 很多人会觉得 你怀孕之后想让孩子健康 你就得多吃吧 自己养肥肥的 我觉得 嗯 我生上来之后 我也没长得很壮 哈哈 就是你 你上一胎也是这个样子 是吧 我上一胎其实胖很多 是吧 因为我上一胎就 呃 我最早之前 我一米七三 但是我最早前是98斤 所以就是很瘦 对很瘦 但是我生完第一胎怀孕胖了三十天 对我来说已经很胖了 我觉得就我一点都不想变胖 但是那时候就是没有控制住饮食 就吃很多甜食 吃很多米面这些 但其实淀粉和糖小孩是吸收不到的 就只会长到自己身上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茨莲娜已经帮我们很多女性已经回答了 一个可能有点不可思议的答案 希望大家以后 如果你跟她一样怀孕也试一试 要不然真的 我觉得假如我有老婆 假如我有老婆 假如我有老婆 如果她真是怀孕之后 吃的肥肥的 我觉得心里挺难受的 哈哈 我觉得很多男人出轨是因为这个 你这可说一定会被抨击的 我告诉你 我觉得这事实真的 男人无论 应该这样说 男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不能出轨 这是你应该说的话 而我应该说的话 是 我觉得 女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太跑 女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自我管理 这样子至少能一直在自己的老公面前保持魅力 对 多事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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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特别喜欢喝蜂蜜吗 不是 因为我点的是那个薄荷茶 因为我不能喝 也不是不能喝 其实可以喝有咖啡因的 但是我怕一杯一杯喝太多了 然后我点的薄荷茶 然后我之前去英国的时候 那边就是会直接用水 泡薄荷叶 然后挤蜂蜜进去 他的那个早餐里面会有这么一个喝的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喝 然后回了温哥华之后 我就喝薄荷茶 或者自己家里种的那个薄荷泡水喝的时候 我都会放蜂蜜 就很好喝 已经形成一个饮食习惯了 对 而且如果感冒的话喝这个还蛮有效的 可以试一试 哎呀 懂得挺多 对呀 我是老阿姨 要养生 做饭 看小孩 不过你现在这个年龄段 加上你这颜值 对很多我们镜头面前那些 抱有幻想的人 伤害太严重了 大家要挺住 这天这个温度还可以吧 对还行 这两天还 来这个叫什么 阳光灵魅 我先去交点停车费 然后咱们再聊 OK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了 哎 跑哪去了 面包会有的 是的 对吧 是因为你要去买面包 所以面包会有的 对 这是什么 意念什么 想要的一定都会有的 对 你说你平时 怀着那么大一坨 路上走着 你就不怕真的是摔跤 然后出点什么事吗 我觉得米格文这个问题 真的是没有 身边没有接触过太多孕妇 因为 其实走步什么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在国内就是她一边走路 旁边好多人护着她 护着 对啊 可能国内人比较多吧 比如说这个 就是婆婆老跟着呀 生怕她出了什么事 什么的 我看你这一个人跑得也挺快的 刚才一瞬间不见了 这个我真不知道 但是可能我是一个灵巧的孕妇 哈哈哈 爪儿瘦 我也有点像老干部嘛 洗着这个 拿手里好了 干啥 你要抓我 哈喽大家好 哎 没什么人骑自行车 哎 哎呦 哎你骑过那东西吗 没有 我刚看了一下这边的坡度啊 这自行车估计老难骑了 真的 哎 你不敢骑自行车吧 我 哎这个 这个我真不知道 哎 但是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我有听过 那个 怀孕了自己骑自行车上班 那件事情 我觉得所有这些事情都要看 就是 看你怀孕前的运动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那你觉得你可以吗 我应该可以的吧 其实我应该多运动 因为我怀孕前 运动蛮多的 但是我 好像最近没有怎么运动 除了每周 去一次健身房之外 好像也不是去健身房去找私教 健身 之外好像 没有每天走过去什么的 哎 我一听你找私教我就觉得 哎呀 这个生活环境确实不错 尤其你家这个 应该是挺 我觉得你现在这样的生活 嗯哼 相对于很多人来讲 已经 处于一个很优越的状态了 像你找私教 加拿大这边找私教其实蛮贵的 一小时至少五十一百了这样 对吧 嗯 合理运用自己的资金吧 对 如果 就是看你想把钱花在哪个上面 是 搞不好这五十块钱对你来说就是 这个价值产生的应该大于这个五十 所以就可以找 哎呀 挺好的 那我五十块钱去买一件衣服或者什么的 那我愿意花五十块钱去请私教 哎 这个不一样吗 我也需要一个摄像师跟着我 那样太幸福了 我所有的视频几乎都是自己搞定的 需要拍点那个拳 是吧 OK Siana她说呢 作为一个孕妇来讲 是很容易饿的 我们刚走了几步路 她就要吃面包 要补充一下 后来我跟她说 多买点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老走走停停了 在我身后这个箱子呢 就是这边啊 附近有一些居民 会很自愿的捐助一些自己不读的书放在这里 供所有路过的人 或者在这个店里做的人去观看 去阅读 我觉得这个好温暖的感觉 好吗 对 好吗 好吗 有点 - 怎么办?我拍才行吗? - 很好,专业的,棒棒的,以后找女朋友没有问题了 - 哦,真的吗? - 呀,这是一个重要指标 - 为什么是以后? - 嗯,对啊,为什么是以后呢? -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已经有了吗? - 没有 - 天呐,这个就是不懂了 - 这个是秘密 - 哦,秘密恋爱 - 之前有一个朋友,我先匿名哈,满身匿名 我就问他这个视频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更新了 他跟我说他得每天上班啊,然后照顾家啊,照顾小孩啊 - 我说,我之前遇到很多这个博主啊,他都是家里有四个孩子的 - 都是每天更新 - 然后他跟我语衷心长地说,他好像在教育我说 - 他说,等你有了家庭之后,你就不会这么想了,你绝对不会这么说 - 然后,我就说,你这是在找借口 - 他不承认,然后我们就打赌 - 说,但是啊,这个打赌这个结果可能会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出现 - 但是呢,我觉得今天的Siana,如果我问他一些过来人一些问题的话 - 我应该做个参考吧 - Siana,我问你啊,你觉得你有了孩子之后 - 会对自己的以后想做的事儿 - 有没有什么任何阻碍啊,会觉得有孩子了,还是先这么着吧 - 有没有任何影响 - 我觉得,就是无论你成为人母还是人父都好 - 你千万不能放弃自己对生活,还有对你想做的事情的追求 -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听到过很多父母对自己的抱怨 - 就说,当初要不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照顾你,我早就怎么怎么怎么样了 - 我觉得你不能单纯的把这个责任全部推到小孩身上去 - 之前我在视频里也提过,我在孩子一岁之前一直是我自己在带 - 就是我和我老公两个人在带,没有保姆,也没有长辈在这边帮忙 - 那我现在是因为怀孕了,所以长辈过来帮忙 - 哇,但是,就包括我自己在带的时候 - 我都觉得你其实是有能力去挤出一些时间来做很多事情的 - 所以,怎么说,我觉得 - 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不会成为借口 - 都不会成为阻碍 - 你只会去寻找一种做好的方式平衡这两种 - 就平衡你想要的生活和你现有的生活 - 你说这乌鸦过来,搞什么乱呢 - 老外带小孩是不是带着什么开心啊 - 你也没见这里面有老人啊 - 对啊,真的啊 - 而且今天还不是周末,他们也有时间去,出来了 - 放松一下 - 这边要小孩其实代价更大吧 - 一般会有一方完全开始在家里带孩子 - 但是你也没有听哪个 - 没有听很多那个人到老了之后去抱怨 - 啊,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该怎么怎么样 - 所以,这个真的是自己观念的问题 - 自己心态的问题 - 你给了我希望 - 嗯 - 我之前忘了看哪个电视剧了 - 里边有一个情节就是,他们说 - 两个人奋斗吧 - 都是这个上班的人 - 当然两人在谈恋爱 - 父母呢就开始催他们赶紧结婚 - 早点要孩子 - 然后他俩怎么都不想结婚 - 就说这个生了孩子之后啊 - 会成为累赘,还没有准备好 - 他会觉得,等我再过两年 - 等这个事业差不多了之后 - 其实这个问题我第一次跟Siana - 在那个游泳马头相见的时候 - 我问过他这个问题 - 后来其实我刚才看到我面前 - 刚刚我看到我面前 - 他们那个小孩子在一起玩 - 我觉得有的孩子只能给人一种动力 - 让你把之前那份做事业的决心更加 - 怎么说 - 强化呢 - 更有动力 - 强化就会觉得 - 你此时此刻就是 - 你奋斗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给自己的 - 而且是给自己的家庭 - 为了孩子的未来 - 我觉得绝对是好事儿 - 所以我觉得如果日后我成家了 - 有孩子了 - 我会更加优秀 - 我是这么想的 - Siana 那你 - OK 我觉得你也跟我差不多 - 有孩子无所谓 - 有孩子是有动力 - 那你日后有没有什么打算 - 或者计划啊 - 就因为你现在二胎了嘛 - 说说看 - 和米哥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 - 我觉得孩子反而让我成为了更好的人 - 在没有孩子之前 - 我可能对自己的人生 - 并没有一个特别确切的规划 - 然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年轻人 - 但有了孩子之后 - 我可能想成为他的榜样 - 我可能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妈妈 - 我可能想让他今后在说起我的时候 - 会感到自豪 - 所以我会反而更努力 - 孩子是需要陪伴 - 但也同时也更需要榜样吧 - 所以 因为我现在二胎了嘛 - 我觉得我生完之后 - 应该会暂时停止 - 然后给自己几年的时间去成为自己 - 去努力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 比如说我给自己五年的时间 - 那这五年里面我一定会非常非常努力 - 比如我的计划里面呢 - 肯定是先把我这个美食的做好 - 就是现阶段可以做到的事情 - 然后还有我画画嘛 - 那我想 - 因为我大学读的其实是商科 - 我读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 但我其实并不喜欢 - 我和很多很多的 - 很多很多的人一样 - 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 - 可能是受了 - 受了家里的影响 - 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文凭 - 然后以后会比较好就业 - 所以我一直很后悔没有去读艺术 - 结果可能想要再读一个艺术类的研究生 - 不是说为了以后能做什么工作 - 但是至少在我喜欢的这件事上 - 我可以拥有更丰富的知识储备 - 我觉得这点就足够让我开心 - 就是想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富足 - 不只是生活上而已 - 就不只是为了赚钱而去选一个工作 - 去选一个专业 - 当然赚钱也很重要 - 因为要生活嘛 - 明白 - 我觉得这小孩真的太可爱了 - 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啊 - 主要是自己的话 - 主要是真是跟人谈恋爱 - 想结婚我绝对会趁早去结 - 有了孩子反而能让自己 - 还有这个奋斗激情的时候 - 再往上面叫把油 - 再燃了更旺一点 - 我觉得很多人说 - 哎呀 因为各式各样的理由 - 对对方我们再推迟几年 - 我觉得都不是什么 -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感情不够坚定 - 或者说你惧怕一些没有发生过 - 没有经历过的事儿 - 如果真的再勇敢一点的话 - 我觉得你真的成立了自己家庭 - 有了孩子之后 - 一定会特别喜欢当时你做的选择的 - 我是这么想的 - 我不知道大家 - 很多人呢 当然啊 - 也有她的现实问题 - 可以讨论 - 留言评论可以讨论 - 大家把这个事儿讨论讨论 - 因为Sienna我知道她就是 - 已经是这样的人了 - 我觉得很多人要把她当为一个 - 成功的榜样 - 就是有了孩子了 - 会有点像在给大家洗脑那样 - 对对对 - 就是那个过年的时候回家的 - 我们就是那个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婆 - 你结婚吧 生娃吧 - 会不会讨厌吧 - 但是 - 但是 - 事实在这摆着 - 还是要 - 还是 - 因而有的 - 因而有的 - 而且跟第一期我说的 - 就是 - 之前跟你拍的 - 我说的一样 - 就是 - 你至少要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吧 - 对啊 - 因为很多人恐婚是因为 - 恋爱经历的 - 那个 - 那个 - 那个 - 威慑 - 而且 - 网上总是有很多结婚之后很不成功的案例 - 所以 - 还是 - 当然也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 - 为了生小孩而生小孩 - 就是一定要是一个合适的人 - 一定是要一个 - 对 - 愿意和你共同承担这份生活的人 - 对 - 比如说米哥刚才说的 - 我觉得就 - 证明他会是一个好老公 - 诶 - 诶 - 好爸爸 - 对 - 你觉得这个太阳非常大 - 你有墨镜 - 哎 - 委屈了 - 不容易啊 - 每次把你叫出来之后 - 都是 - 你要经历一点水生火热的那种感觉 - 至少不是下雨下雪天把我叫出来 - 不错了 - 对 - 而且这个鸟叫声 - 你这期视频应该会充斥着这个 - 鸟叫声 - 对的 - 其实鸟现在也是在追求自己的 - 爱幸福吗 是吧 - 你就学自己的爱什么 - 他们其实现在就是交配的季节 - 他们在 - 展示自己好的一面 - 不知道乌鸦是不是在交配 - 应该是人家叫这么厉害 - 他们一直都叫得很厉害 - 所以连乌鸦都告诉我们 - 放手大蓝的往前冲吧 - 春天来了 - 又到了 - 又到了 - 收获的季节 - 他到了收获的季节 - 像我们就 - 赶紧中点卖子 - 很多网友纠正我之前回国之后 - 有一次 - 做了一个错误 - 他说其实我后面是玉米地 - 高粱 - 我说成了卖的 - 但是其实那东西呢 - 在我心中永远是卖甜 - 因为小时候谁懂啊 - 小时候我们去卖的地吧 - 去的谁知道是高粱 - 不知道的 - 所以我心中就是卖的 - 好的 这解释可能就远太晚了 - 但是今天主要就是告诉大家 - 如果你已经找到了对的人了 - 不要因为现实中各种各样的原因 - 说别人 - 你看别人都买房买车什么的 - 我们没有 - 或者说也裸昏 - 就不要听别人的 - 相信自己也相信我相信Cienna - 真的 - 这个话不应该你男生来说 - 相信她 - 不是 应该 - 你男生应该说我一定会努力 - 买房买车给我们的生活保障 - 然后我女生应该来说 - 不要去在乎那些 - 别人的别人的话 - 不要去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 - 对 这样子会比较合理 - 社会其实很复杂的 - 大家慢慢误吧 - 其实就是对自己有要求 - 不要对对方有要求 - 是 - 好啦 - 今天呢 - 大概就聊到这儿了 - 我们 - 对 - 我们要提 - 我们要结束这一期主要的目的是 -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 就是 - 停车费可能过期了 - 我就赶紧回去吧 - 真的 - 我的停车好像也快不行了 - 行 赶紧撤吧 - 等会罚款相当的重 - 拜拜 - 让我们离开这儿吧 - 我去给我的朋友买生日礼物了 - 我觉得今天太阳真的好大 - 记得买个摸镜下次了 - 我要把眼睛睁大一点 - 好啦 - 还好 - 你要开始做女人该做的事吗 - 这我要逛街了 -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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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